生活中的税务常识 那我们知道呢 税收是一个国家 对自己社会产品以及服务强制 来进行调配的一种方式 那么它具有无偿性 强迫性和合法性的这个特点 那么作为我们投资来说 里面有很多涉税的部分 投资来说有很多涉税的部分 那对于家庭理财来说呢 由于我们管理的对象 是我们的这个收入支出 因此呢我们在收入部分 也会涉及到很多税收 我们涉及到这个支出方面呢 也会涉及到很多税收 因此呢就需要进行 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涉及到的税收的认真的筹划 那么什么是税收筹划呢 税收筹划其实是一个专业词 它是指呢我们纳税行为 在发生之前 就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通过我们自己作为纳税主体的这种 经营或投资性的行为 对这个相关的事项做出事先安排 事先安排 就是说你要有统筹的思想 在这个税发生之前 甚至在经营行为发生之前 投资行为发生之前 就提前想到我未来发生税 这个之后呢我如何来安排它 来通过自己的安排达到 少缴税和利盐缴纳的 这样的一系列的谋划活动 这里边有几个词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不违反法律法规 如果你违反法律法规了 像范冰冰 违反法律法规做抽屉合同 做阴阳合同 这种逃税漏税 这叫什么呢 这叫违法行为 所以它被罚了九个多亿 而我们税收筹划是指什么呢 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对我们的纳税行为 进行相应的筹划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国家各种法律法规很多 他们中间呢 其实留有一定的 我们的这个可控的空间 或者是经过认真筹划 你就可以在不违反相关 税法法规的情况下 做到少纳税 甚至我少纳税少纳不了 但是我可以闭眼 可以晚一些纳税 那么从另一角度讲 我们也获得了时间价值嘛 那么国外流行一句话叫做 世界上有两件事 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死亡 第二就是纳税 所以呢 任何纳税人本身都有 这种减免税负的这种冲动 这是我们进行税收筹划的 非常重要的基础 好 那么中国的税种呢 这个按大类分啊 有流转税 所得税啊 财富税 资源税 行为税等等很多 涉及到啊 我们跟我们自身相关的 比如说这个增值税啊 增值税就跟我们个人的 这个投资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这个房地产 你投资房地产也好啊 以前的房地产进行出售也好 那么它有个自然增值的部分啊 那有 当然现在这个增值税是 暂时是不收的 那主要是 我们目前收的主要是 弃税和个人所得税啊 但是有的时候增值税 你是是要收取的 那么所得税 是跟我们个人最相关的啊 那么企业有企业所得税 我们个人的是个人所得税 在个人所得税 这个筹划方面就其实有很多小技巧啊 另外呢就是财富税啊 比如说房产税啊 城市的房地产税啊等等 资源税呢 涉及到我们那些土地的这个资源 还有这个城镇土地的一些应用的税种等等 好 那么说到纳税的问题呢 这个我看到前一段人社部啊 发了一个公告啊 准备呢 新设置十个新的职业啊 你像教师啊 职业经理人啊 这都传统职业 新的职业呢 其中有一个就包含着直播销售员 那直播销售员呢 这个 这个消息公告出来之后呢 有人就在网上说说 哎 这李佳琪这是被国家点名啊 终于 转正成一个 新职业的一个 一个代言人了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到啊 这张图片里边有微牙 有这个李佳琪啊 这两个都是 网红直播啊 网红直播 那么 我们知道威亚 在2019年的时候 她已经啊 年收入 个人创造的年销售收入 超过了 两个亿人民币 超过了2000多家上市公司啊 以亿人之力 超过了2000多家上市公司的纯利润 李佳琪呢 大概是 也是前几年吧 传出了1.3亿在上海 智产买房等等 主播们的收入这么高啊 让人大跌眼镜啊 说也很 招人羡慕啊 羡慕嫉妒啊 那么他每年交多少税啊 也有人来 来来给他们 验名正身啊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 主播啊 特别是这种 一些主流的带货主播呢 他的收入主要分三个部分 坑位费 销售返佣和粉丝打赏 那么就李佳琪而言啊 他的坑位费呢 报价是6万起 每场直播至少有20个商品啊 有催见位 所以一场下来坑位费至少就120万 如果以他的直播单场成交额4000万啊 那是一个平均水平啊 4000万 实际上双11的时候 他这个一场下来就几个亿啊 那么假设是4000万的话 假设产品利润点在30%左右 如果反映比例是30%的话 那么一场直播 他的销售反映就基本达到360万 那么单场的粉丝打赏 假如设定为5万 那么整场下来就是485万的这个直播收入 非常可观 那么李佳琪一年总直播场数 基本上在一天一场还不止呢 总场数在389场 所以保守的估计 他的年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8.9亿 如果减去平台抽成 减去公司抽成 减去团队分红等等 那么你也可以试想一下他有非常高的个人的收入 但是你知道吗 李佳琪这些收入都是纳个税吗 不是的 通过个人独资企业的这个创立 而不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创立来承接业务 他一年就可以合法的结税近千万元 那么直播带货我们来认真的拆解一下 他有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下的涉税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商家的这个公司员工自行直播带货 这种情况下 而我是公司 我公司有员工 我员工去来进行直播带货 那员工取得的收入是什么呢 这个员工就是带货的主播 但你同是我公司的员工 那么公司给主播的这个结算呢 就算这个员工的工资薪金所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带货主播 你就按照国家这个七级的累金税率 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去外聘一些独立的主播 那么这个主播呢 和我们公司签订合同 那这个时候直播收入属于主播的劳务报酬所得 而在税法上 劳务报酬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 它的上税的程度和使用的这个税率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预征税率呢 是在20%到40%之间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涉及到打赏的话 如果这个打赏 粉丝们给这个主播进行打赏 如果是先进入销售企业账户 再由企业结算给主播的 那么打赏算作主播的劳务报酬所得 但如果打赏直接进入主播个人账户 那么就要作为这个主播的 偶然性利得或者是偶然性所得来计算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个这种算法下啊 就用单次收入乘以适用税率20% 第三种模式呢 是商家和主播工作室合作 我们说这个商家为了保证销量 他直接找一些这个流量大 知名度高的一个头部主播来合作 因为他自己去培养 自己培养自己的员工成为网红 这个成功的概率太小了 那我直接跟李佳琪合作 我直接跟威亚合作就好了 那么一般这些主播呢 都会有自己的工作团队 或者是这个选品团队 自己所属的公司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主播成立个人工作室的话 那么他以个人工作室的名义 来提供的直播服务 他的直播收入就变成了经营所得 那么按照五级累进税率 来缴交个人所得税 同时呢还要按照这个广电服务 来缴交相应的增值税和附加税 那么主播如果成立公司 成立或者加入一个公司的话 那他的直播收入算作公司的收入 所以要先交企业所得税 然后呢再按提供的服务类型 来缴纳增值税和附加税 那个人工作室缴交的是个税 那么这个主播成立公司呢 那他交的是企业所得税 所以不一样 具体而言 主播个人 主播工作室和主播所属的公司 那么他在性质增值税 附加税以及所得税方面的规定 是不一样的 根据金额 这里面必须算一些小账 细账才能够认真的甄别 哪种形式是一个最节税的方式 税收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合法合理的能够 合规的来进行避税或结税的话 那么比如像李佳琪成立个人工作室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将主播个人 他的所得变为企业经营所得 那达到既不影响发展 又可以合理结税的目的 那么这个个人独资企业呢 我们说呢 他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 而是缴纳个人的所得税 而且呢 是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来这种五级的这个累计税率 来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个税率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下表 那么和七级的 它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比如说七级累计税率下 税率最高是45% 而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最高税率是35% 那么这个经营投资方面的 一个税收筹划呢 这里边涉及到纳税主体的筹划 就主体是谁 会影响到你缴纳的所得税 它的税率 使用的税率 使用的税表 使用的这个监管的松紧度 都是不一样的 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呢 会经常出现 以企业所得税 征收的这个税负呢 比个人所得税的税负 可能还要重 所以呢 我们对不同纳税人身份的选择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税率 和最终的税收负担 那么李佳琪 为什么会选择工作室的形式 来成立个人独资公司呢 首先呢 就是个人独资企业 它的税负呢 更低 而且呢 它的结税风险呢 也相对比较低 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个 不是李佳琪的例子 而其他例子 就是对同样的一笔收入 当它的纳税人 作为有限公司 和作为个人独资企业下 经过认真计算之后呢 扣税之后的 同样一笔收入 它的纯收入 或者净收入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以个人独资企业 来进行税收筹划之后 它的就是扣税之后的 它的纯的收益是最高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个人独资企业 它的税收监管力度小 我们说呢 比如说范冰冰这个 还以范冰冰这个事件来举例子 那么这个事件 其实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如果不是崔永元 来发微博 把这些事先出来 而且引发了 我们税收监管部门的重视 进而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 才把这么大一个案子接出来 那我们可能很难发现 这个它的一个讨税呀 漏税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税收的监管 它的这个力度总是有的 但是呢 不同的这个事件 或者是在这个 不同的企业经营形势 你可能遭受到的 或者受到的这个监管力度 是不一样的 而个人独资企业呢 它和公司相比 如果又是一个公司 作为主体的话 那么对公司的征收呢 从来都是查账征收 这一种方式 也就是肯定税务部门 会来查账 那么它监管力度就比较高 而个人独资企业呢 它有查账征收 和核定征收两种形式 如果无法提供完整的 成本费用核算资料的情况下 那么税务机关 就会采取核定征收的 这个方式 而核定征收呢 相应的这个税收监管力度 就比较小 第三呢是 个人独资企业 它在法律上 作为一个企业类型 它要承担无限责任 无限责任 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的区分 有限责任呢 是以出资额 作为有限责任的 承担的一个 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额度 比如说我出资十五千万 那我这公司最后 如果亏损啊 遭受各种问题啊 最后的只是以我的出资额 作为有限的赔偿 这叫有限责任 而个人独资企业 它承受的是无限责任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你还不了 那你的家庭资产 也要被拿过来 进行作为还款的一个来源 但是呢 我们说直播行业 作为个人独资企业 所承担的无限责任 相对是比较小的 相对是比较小的 因为呢 网红们 它的应收款多应付款少 所以我们说呢 个人的独资企业 这种形式 对它承受的无限责任来说呢 并不是很大 最后呢 就是个人独资企业 赚的钱 实际上都是老板的啊 有限责任公司呢 它是法人 所以它以自己的财产所有权 来作为这个占有啊 使用啊 收益和处分的 这样的一个钱 所以有限公司的钱 就是公司的钱 而个人独资企业呢 投资人呢 它是对全部财产 具有所有权 所以最后呢 个人独资企业的钱 经营者自己是说了算的 那么可以转让 可以继承啊 当然它也是 我们前面都说了 它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其实呢 不只是明星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每个普通人 我们的普通生活 处处都和财岁相联系 比如说 这个父母名下的房子 想要过户给我 用什么方式 这个交的税费啊 比较少 再比如呢 我们如何通过合理避税 来增加个人的工资收入 再比如呢 就是我给自己 或者家人买保险 可不可以避税 买什么样的保险 既有保障 又能少交税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涉及到 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 这个财税知识 所以掌握跟税收相关的知识 已经成为个人的收入增长 乃至职业生涯的这个发展呢 以及家庭财富增长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刚需 好 那么本节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